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Switch在2017年發售至今已經過了6年了 相信應該有不少朋友跟我一樣都是第一波入手的 這個小朋友6歲應該已經算超級老的 我的小孩終於也在今年變得超級胖 什麼叫做超胖呢 來我給大家看 這個就叫做超級胖 大家已經有看到沒有 他已經胖到... 他已經快要... 他已經胖到不行了 他已經胖到真的已經快要不行了 我在網路上詢問大家 大家看到了都非常緊張 翻封告訴我說拜託你趕快拜託你趕快拯救他 不然他可能就要喪命 於是呢我今天決定要為他進行瘦身手術 請問肉肉你有相關的經驗嗎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我就是喜歡DIY啊 可是聽說你很常事故耶 對沒錯即使如此 我還是要嘗試看看 要讓大家知道瘦病其實沒有這麼的困難 或許吧對不對 呵呵呵 好吃不吃我們馬上來進入手術房吧 好欸今天呢要來解決的我這個問題呢 就是這個超胖的小朋友 大家看得到嗎 真的是 就是他這個這個就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講的喔 就是他這個他這裡其實有一個卡榫喔 他這個卡榫已經撐胖 他已經胖到一個不行 這裡面的這個卡榫他其實已經斷掉了 他的螺絲就是已經斷到我把它拿起來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怕 真的胖到一個不行 很可怕他這已經 這已經其實真的是快要壓不回去了喔 欸那今天呢我們要準備的是這個官方的這個 因為他這個其實原本的這個螺絲是就是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是一個Y字的喔 所以用一般的螺絲其實是不行 所以你要特別準備了一個Y字的器 然後呢他這個側邊給大家看一下喔 他這裡其實有一些螺絲都已經 有一點就是像這個已經有一點要發霉了喔 就是很奇怪 我也不確定這個是不是鐵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 我在轉的時候他感覺非常非常的危險 然後呢今天呢也特別準備了 就是這個電池已經到貨了 就是這個這個應該是附廠吧 據說是附廠電池啦 呃但是詳細應該是可以用吧 我看我看在蝦皮上面找幾乎都長得差不多都長一樣喔 來我們這個小公關的這個應該放在這裡 好那我們要開始我真的是有點緊張喔 我要我要小心翼翼那一隻性子 慢慢的來拯救他 好第一個螺絲沒有問題 這個螺絲也是就他也是有點滑牙滑牙的 我不太確定就是就是你的這個這個這個螺絲 起直進去的時候他你會覺得好像你如果不超用力 把它往下壓好像感覺會弄不到的感覺 所以所以其實我除了電池我還買了一個 就是他的這個維修包 就是可以更換所有的這個螺絲的啦 希望是可以順利 然後我在網路上看人家維修啊 他們都會有一個 有一個小小的一個一個人家cogart的 然後會放那個螺絲搞得好像很專業 就是不會弄弄不見 但是我不確定 我自己很喜歡東拆西拆東西 然後每次拆一拆都會發現有螺絲不見 要不然就是會多出螺絲 然後我都不知道那個螺絲到底是 到底是要幹嘛的 就是然後最後就會想說 欸奇怪要怎麼多一個螺絲 然後最後就發現少裝了一個螺絲 但是永遠都找不到那個螺絲到底要裝在哪裡 好然後這四個 這個Y字的拆完之後呢 就要用這個小工具 然後選那個 十字的 十字的 十字的嘛 對 然後 十字的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SD卡 再把它拿出來 好我用的是這個 這個之前那個 瑪利歐的 128G的 128G的 然後這個可以從這裡直接 它下面有一個很小的螺絲可以把它轉開 有小 超級小 超級小的螺絲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 然後要幹嘛 然後要幹嘛 欸然後這裡下面也有兩個螺絲 欸然後這裡下面也有兩個螺絲 我現在比較緊張 現在不是在打斯普拉頓也不是在打漆彈 我們可以慢調思理的 非常 緩慢的 把這個 螺絲都拆光光 好這邊兩邊拆完 然後其實這上面其實還有一個就是我剛剛說那個斷掉的那個 然後這裡也有好幾個 那因為其實我上一次 呃他在很胖的時候其實我就已經有拆過一次了 就是我在想說可不可以拔 就是那個叫什麼就是先把電池拔出來 然後直接接電源 然後最後發現不行 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接著電池 他好像有一個類似檢測的東西吧 我確定 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雖然說我自己這樣拆啦 但是這個所謂的後果還是要 還是要自己要能承擔啦 就是關於要DIY拆這件事情的風險 就是拆壞了你就是 GG了 那因為我的機子已經超過六年了 而且當初我在買的時候 就是直接從日本買 所以其實是水貨 所以就是完全沒有任何保固 所以我現在就會想說啊算啦拆拆啊 了不起就是拆壞了再拿出去給別人修嘛 所以還可以還可以 我這邊就示範給大家看 看有沒有機會拆壞 啊沒有當然是最好啦 當然最好是不要拆壞啦 拆壞很尷尬 好 左邊右邊都各有五個螺絲 等一下這個真的 我真的覺得它快要滑牙了耶 我現在很緊 最後一個螺絲 好 輕鬆 但這個貝殼我也是要換 但是我要換的貝殼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貨 所以就暫時先這樣啦 然後這邊呢 就是 它這裡接著其實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打開了喔 上蓋這個可以先稍微 因為其實我已經有開過 所以它其實應該會是蠻好開的一個狀態 就是 這兩邊左右兩邊都會有這個排線 大家小心 左右兩邊會有這個 要小心 就是不要太用力了 它可能會 可能會 就是被你扯 但它上面是有排線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要 為什麼上面 喔這個可能要稍微 用指甲稍微尻一下 喔拿起來了 好這樣子就可以把這個殼拿起來了 而且 剛拿起來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拆過這裡 超爆髒 超髒 是超級可怕 我已經清過 就是它會有像這種 這種粉 看起來很可怕 很可怕的粉 就是會有這個髒污粉 非常可怕 好 那這個殼 因為我們還要繼續用 所以我們先放一邊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兩邊呢 其實是有兩個是有排線 所以要非常小心 不要 不要扯斷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把 這個 左邊這個就是我說 那個很討厭的SD卡 把它 讀卡機把它拆下來 但這個螺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還好 它沒有花牙 它看起來非常正常 然後 小心的放在 你自己不會忘記的地方 然後呢 它這個 這個 它這個 這個叫什麼 呃 這個叫什麼 就是 就是 海綿 海綿 海綿喔 它其實是一個卡損 卡損式 卡損式的 就是輕輕的撥起來就可以 輕輕的一撥就可以撥起來了 應該可以看到吧 它就是那種卡損的 所以這個也要小心喔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些其他地方 這裡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它已經 肥 它整個已經 肥到 肥到一個不行了 那種精密儀器 大家還是要輕 就是要溫柔一點 小心一點 看哪裡有沒有卡住 好這個就是那個散熱鐵板了 然後 然後 拿起來之後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 然後 接下來就是這個 它這裡有一個小排線 這個排線 就是 最令人害怕的 因為它是那種卡損壓下去 所以要拔起來的時候 會有點緊張 好 剛剛 很莫名其妙的 因為裝置過熱 所以剛剛錄影錄到一半就斷掉 超級詭異的 總而言之呢 剛剛查了一下 就是 要 拆電池的話 要 用這個 吹風機把它 吹熱之後 然後才可以把電池搬起來 那我就 先吹看看囉 喔 終於拆起來了 天啊 超級無敵難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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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黏 哇靠 哇靠 超級無敵難拆 這個 除非有熱風機 或是它有專用的刮的那個 好 加在中間這一塊是鐵的 哇 超級無敵難拆 超黏 哇 真的是妖獸 哇 天啊 哇 哇賽 超級無敵難拆 超級 大家看 這個已經 瘋成這樣了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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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成這樣欸 欸超胖欸 超級無敵胖 超可怕欸 難怪真的 我剛剛一度以為我要拆壞了 我剛剛超緊張的 我以為我 我以為我真的不行了 我以為這個完蛋了 就是我已經把它弄壞之類的 就是啊 這台整台要爆銷了 我剛剛超緊張的欸 但 好加帶它這個 這個放電池的這個是鐵的 所以其實 翹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還是要小心啦 就是 哇 超級無敵難拆 哇這個電池 哇 給大家比對一下 這個是 新版的電池 這是 原版的電池 給大家看一下後面 這邊 程度上差很多啊 差很多啊 好扯啊 好 那 這個 我應該可以直接放上去吧 我應該可以吧 直接放上去就好了 等一下喔 我想想看喔 它這個原本是這樣 所以是紅線在外 這樣這樣這樣 紅線在外這樣 這樣 應該有裝回去吧 應該有吧 我們裝回去 試著先把這個 先接回去 然後 先 看一下它會不會亮 欸 這個應該也是不知道是不是被稱斷了 就這個 這邊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剛剛 它好像這個好像是在這裡的樣子 欸? 欸對啊它應該會有兩個螺絲啊 可是為什麼我沒有 欸這個我沒有拆欸 為什麼我沒有它的螺絲 好沒關係沒關係 無所謂不緊張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這個拆起來 然後看一下這個裡面有沒有那個螺絲 不知道應該是有 我們要勇於嘗試 好好好對對對沒錯 欸為什麼這兩個我沒有拆啊 啊為什麼螺絲會不見 好這樣它就正常了 好那現在目前都沒什麼問題 我們就可以把它裝回去了 啊有啦這裡有兩個啦白痴喔 我有把它拆起來啦白痴 現在可以看到喔 它那個鐵板 整個都變很胖 所以被撐得很胖 稍微給大家稍微壓一下 回來 好這個這個螺絲 我要等新的貝殼來的時候 重新換上去 不太好鎖 怎麼會這樣 該不會 會滑牙吧 然後 這個最後一個是 十字的 哇它是不是一下被我 剛好不小心不要轉一下 好像快滑牙一樣欸 天啊救命救命 看起來好像要滑了耶 好沒關係沒關係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滑牙很危險 但是 先來看看 是不是正常的 應該正常 好目前看起來正常喔 好放入記憶卡 最後的最後呢 豪佳在我們剛剛把那個 有點就是滑牙的螺絲 順利的拆起來換掉之後呢 現在目前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也可以正常服役了 那最後呢要跟大家講呢 就是說這個電池呢 它非常黏真的很不好拆 所以我個人覺得還是交給專業的來做一個維修會比較好 真的這種工錢不要自己省 除非你是一個DIY達人 或是你真的覺得拆壞也沒有關係 真的很想嘗試那可以試試看 好加載我們今天運氣很好 它沒有出任何問題 真的是好加載 那麼 今天呢 順利的幫我們這一個機子 瘦身大成功 那 真的是非常開心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與支持喔 讓我們今天的DIY呢 十大成功 那這個這一次呢 我們這個手作DIY呢 這這一集呢 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非常感謝各位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幫我們點個讚 作為支持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那下一回的這個更換呢 就會是等新的可來的時候 我會再出第二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